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雅加达北区 一座有库发生火灾病 烧毁了附近的灾民场地 我今天早上大约是七点多抵达现场 根据我在这里所了解到的情况 目前显得很冷清 只是看到一些居民他们还来回 与被烧毁的房屋 其中包括在我身后这家41号的房屋 我刚才采访了这家房屋的主人赫卢 他表示当天发生火灾的时候 他们的家有90%被烧毁 除了他们的房屋被烧毁之外 也导致目前的电线稍微恢复增长 刚才大家也能看到 赫卢在他们的院子里也是铺了一个地毯 是为了给他和儿子 他是不想离开他们的家 是为了保管好家里的一些贵重物品 除此之外呢 赫卢表示当天发生火灾的时候 也导致他的两名儿子还读高中 当天因为火灾来不及 拿回上课所需要的物品 比如说是服装啊 然后课本 因此老师目前是放宽了一些措施 并允许他们以线上的方式上课 除此之外呢 左科威总统也表示 因为这个火灾 他给了两种方案 要么就是搬迁民众的住宅区 要么就是搬迁有库 昨天下午 国有企业部长埃利克公布了 将会搬迁有库 那么通过千载的机会 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 3月3号发生火灾的现场 与居民的住宅区有多远 大家能通过在我左手方向 就是有库 然后只有被一条墙隔着 然后有不到五米的小厢之后 就是在我右手方向 居民的住宅区 但实际上一个有库 理想中要有大约50米的缓冲区 缓冲区的作用是为了避免发生 就比如说3月3号发生火灾的时候 就不会影响附近的宅民 所以刚才贺鲁也表示 无论政府哪哪一个解决方案 以解决这次的火灾 但他希望政府能给他 临时的住宿地为了维持生活 以上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回到阎博士 袁玲 好的 谢谢苏珍给我们做的报道